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们喜欢 这次将要展示的五套衣装 都是色彩缤纷的春夏系列 那么接下来开始介绍 第一套 风信紫色系搭配 这一套是以风神龙的裙子为初始 而搭配的糖果色 清爽夏日服饰 贝壳系列服饰可以改色的部分非常多 因此很好用来搭配 手腕用到了花朵系列 在蓝紫色的整体上加了一点绿色的层次 想要更单色的感觉 也可以完全使用贝壳系列 这样子适合进行 这次将会有维护的事情 期待在学校会订阅 您的最后将会订阅 您的预防 我现在都能鱼 您的预防 您可以订阅 您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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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套 缤纷烟火色系搭配 这一套是以雷神龙的裙子为初始作的搭配 明亮的粉色、黄色以及点缀的红色和绿色 用白色的底颤托绚绿的感觉 有一种烟火大会的气息 然后用姐姐火牙的头饰增加了可爱的感觉 嬉しい 第三套 青草色系搭配 这一套是以春季萌芽的颜色作为基础搭配的 用不同深浅的绿色加上鹅红色的花苞搭配大面积的白色呈现了一种很清新的视觉效果 贝壳系列的上一帧真的超级百搭呀 下面来 invit Your ics shook 很感变 儉�� 得到 award 第四套 火龙果色系搭配 这一套是以青草色系为基础 修改搭配而成的 相对于前一套 这套幻化装备更加热情有活力 强烈的红绿对比其实很好看 想想可爱的草莓也是这个配色呢 这套搭配会让你在猎龙的战场上 也能超级显眼哦 最后第五套 荷花包包搭配 这一套的搭配很突然 我自己一直很喜欢泡芙龙的裙子 但一直觉得整套的泡芙龙穿起来没有那么好看 也没法突出裙子上蝴蝶结的可爱 终于在试了所有上衣后 觉得搭配南瓜系列的上衣和袖子或许不错 调完颜色后发现整个人有一种荷花小精灵的感觉 头饰部分也用圆圆的丸子头来搭配 整体非常圆润可爱 那么到这里就全部介绍完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在影片底下给我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套吧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之后我也会不定期分享更多的魔物恋人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